平常前期 我们一般还没有真正有问题的人 在日常生活要怎么保健 这个就是我们推出的 叫做智慧的呼吸保健 智慧呼吸保健 呼吸善用动是最基本的 为什么要锻炼肌力 刚才有讲到 你在蹲会的过程要慢 问题是你有没有办法慢 如果你肌力不够的话 你有办法慢吗 就是大家可以试试看 你要半蹲 从站立要蹲下去的时候 如果你的肌力不够的话 你就没办法慢慢的做这个动作 因为没力 所以如果在你的力量 还没有建立之前 有一些方法 我等一下会讲 所以第一个就是锻炼肌力 这个很简单 大家坐着都可以坐 重点是你的脚要翘起来 要往身体勾 倒勾回来 这个这个 拇指要往身体倒勾回来 倒勾的话 才可以保证我们四条肌肉都会收缩 这样要多久 我们比较好记就是算到十 算到十 放下来 再平平放下来 重复做十次 重复做的意思就是要锻炼你的耐力 那接下来两个动作是要保持关节的灵活度 因为我们前面讲到关节的静态压力很重要 静态压力太大的话 软骨怎么样 就像入床一样 就一直被压着就会坏 它就没办法再生 所以灵活度就是要让关节保持松松的 软骨之间的压力让它减少 那第一个就是暴息 我们常常会跟病人讲 如果你能够抱到脚跟能够放到椅子上 像主席这样 这样的话就够松了 就保证这个软骨不会压力是不会太大 所以我想在座可能有些人会抱不到 如果你膝关节本来就有问题的话 所以希望能够往那个目标 能够把脚跟抱到椅子上 能够做到那个地步的话 就软骨应该就不会坏 那第三个动作是相反 就是后面的后脚筋也要把它拉松 因为这个会牵涉到 如果长期吸痛的人 它会伸不直 伸不直走路稍微歪歪的 会影响到腰部 所以这个压膝 这个也很方便做 你只要在晚上休息看电视的时候 就拿个椅子把两只脚架在上面 让它自然下垂 所以就有这个目的就达到了 压 手压住膝盖 也不见得要用手压 你可以想办法拿一些东西放在上面 或者如果有年纪很小的孙子的话 把它放在膝盖上面 这些都是可以变通的方法 但是原则就是前后的软组织都要把它拉松 你身材 我时候 我然后 我